明太祖朱远璋一生历经风雨 在晚年他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 那么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 他在想些什么又在做些什么呢 明太祖朱远璋指风雨中山 明太祖朱远璋一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从来历经图治勤政卫国 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大明王朝 朱远璋也是一个长寿的皇帝 在他的晚年他曾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 眼见妻子儿女离他远去 他经历了怎样的悲伤 明朝建立后 朱远璋为保自己的朱家天下 曾经大肆杀戮开过功臣 人非草木 他的内心又有怎样的挣扎和落寞呢 公元1398年 一代帝王朱远璋在南京逝世 中年71岁 葬入中山明孝陵 该官论地的明太祖 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样的地位和评价呢 百家讲坛栏目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船先生 为您讲述戏的节目 明太祖朱元璋第36集 风雨中山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朱元璋 他宣传孝道 同时他把浦江的郑氏 郑家作为一个样板 来树立这个样板 就是讲孝义之家 当初他接见浦江郑氏的时候 问说你们治家有什么经验 郑连跟他讲了两句话 一个是谨守祖训 一个是不听复言 不听复言 他很中听 他知道 这谨守祖训 他一听也很重要 你想 他是要让朱家这个天下 长治久安永远能够延续的 那除了你有国法 管理全国人民之外 你也得把你自己的朱家的子孙管好 那人家郑家几百年长盛不衰 有一个家范 168条 朱元璋一想 那我也得有一个祖训 让我的子孙们都遵守这个祖训 不能变 他写祖训的时候呢 他发现他有一个大事忘了 什么大事呢 大家想想啊 我们要把我们家 我们的这个家治好 那首先是 我们得管好我们家人 正家道吗 可是你别忘了 任何一个家 他都不是孤立的呀 你还有街坊四邻呢 对吧 朱元璋一想 对呀 我不仅要让我的家人好 我还得教育他们 搞好邻里关系 你如果这个家 你自己家弄得挺好 你跟邻里都矛盾重重 人家都讨厌你们家 没法相处 你能够让你家庭生活的好吗 那也做不到的 所以朱元璋 他想起一个什么大事呢 就是要处理好邻里关系 这样你才能打造一个万代基业 家也好了 周围关系也好了 这个基业稳定了 他的邻里关系是谁啊 邻国 对吧 因为他是国家呀 他周边有很多国家 于是朱元璋就开始 在他的祖训里边 写出了这样的话 他说 四方诸仪 皆献山隔喊 辟在异于 得其地不足以供给 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若其不自揣量 来饶我边 则必为不祥 比计不为中国患 而我心兵侵犯 一步响也 讲得太明白了 我们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我们干嘛去抢人家 我们干什么要去欺负人家 我们自己这么一个大国 我们完全可以生活到好好的 得其地不足以供给 我得到了他的地 我还得给他当地的人吃饭呢 挣出那点来 还不够他们吃的呢 我得他干什么 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我把他们的人都给控制了 这国家归我了 他能听过他吗 我就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不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人 你看看朱元璋脑子 他清楚不清楚 他把家庭家族 一层一层的搬到了国家 中国大家知道 他是个农业大国 不是商业国家 我得在海外找人去做生意 我得怎么骗人家钱 没有 咱们关起门来种庄稼 这一年不发生战乱 没有天灾人祸 到了秋天就收成了 所以为什么说中国 他不欺负人 我们自己这么多人 这么大的市场 我们去打人家去干什么呢 自己关上门就能过好日子 当然了 我们也不拒绝外来 你看那些国家可愿意来了 那时候叫朝贡贸易 为什么叫朝贡贸易呢 咱们叫人朝贡 说咱是天朝大国 他们那些呢 四邻的小国呢 来朝贡 人家不叫朝贡 人家叫买卖 人家朝贡 你是大国 你皇上了不起 我来拜见你 可主要的人做生意 所以每回来的时候 有时候国王都来 带着妃子 带着商人 那人多了 到这来呢 都有赏赐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的政策 叫后往搏来 你来了给献一点土特产 就很高兴了 赏赐给他们的东西 那多了去了 这些人都愿意来 得好处啊 还能够在沿海做做生意 赚了一笔钱回去了 所以中国他需要什么 我们从历史上 就可以看到 我们需要的是安定 不打仗 我们这个中国呀 只要不打仗 没有内乱 安定 他那经济很快就发展进来 不需要去抢人家 不需要去欺负人家 可是有一个条件 你不去欺负人家 人家找你麻烦啊 你不去打人家 你必须有实力 我是不打人家 如果你很弱小 你也不打人家 那人打你啊 你强大了 我也不打你 你也不打我 咱们和平相处 这是个基础 朱元璋时代 做到这点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长寿皇帝 长寿的他虽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却不得不面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被困 系列节目 明天看入朱元璋之 风雨中山 朱元璋在晚年撰写了皇民祖句 主要是为了教导子孙 为了使他的朱家王朝能够绵延不绝 在中国历史上 在中国历史上 朱元璋是一个长寿的皇帝 长寿固然是件姓氏 但朱元璋长寿的代价却是 他不得不一次次面对亲人的逝去 白发人送走黑发人 朱元璋虽然儿女众多 其中也有咸鱼之分 但亲情是割不断的维系 那么朱元璋晚年经历了怎样的伤痛 讨而你们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他把祖讯写完了 老人家可以松一口气了 这时候朱元璋也老了 从小放牛要饭 吃了不少苦 打天下 那惊险就更多了 当了皇帝 大家看看 当了皇帝以后 兢兢业业 大事小事自己亲自处理 处理到这个份上 可自己身边的人呢 一个一个的离自己而去 洪武十五年 马皇后死了 这是朱元璋的原配夫人 患难夫妻啊 一起打天下的 撒手走了 再往后 一个接一个 当年 马皇后死的当年 朱元璋的大孙子 朱雄英 也是那年死的 这朱元璋啊 他活的年头长 活了七十多岁 是吧 七十多岁 那个时候就是很长寿了 是不错 可是问题 你七十多岁 你就别人活不过你 你就得一个一个的亲人送走啊 这也是痛苦的事啊 他儿子是多 大家知道 二十六个儿子 十六个女儿 超生冠军 可是问题是你想想 他二十六个儿子 一个接一个的去世 其中 赵王朱起死得最早 鸿武二年出生的 三年封赵王 四年 去世了 病死了 从那以后 到了鸿武二十二年 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 鲁王朱潭 去世 这个鲁荒王啊 朱元璋对自己的儿子 不留情面的 这个儿子喜欢吃那个道士练的丹 最后把自己堵死了 朱元璋一点都不原谅 给他上一个嗜好 叫荒 荒唐 亲儿子 再给秦王 鲁王 那些 他们的这个 死了以后的那些 材料里面 朱元璋是把他们的 这个犯的错误 全都如实写下来 这父亲不容易啊 到了二十三年 朱元璋追至这个 胡卫庸案的那个党人 不是他 从十三年胡卫庸案发了以后 他一直 不断的追查追查嘛 追至的时候 结果追追追 追到自己的儿媳妇头上了 潭王的 这个妃子 于氏 父兄都迁入到 这个胡卫庸案里面被杀了 结果小夫妻一看 太恐怖了 朱元璋说 他们不稳定 让他们进京 哪敢进京啊 两人一把火 自己 把自己给烧死了 自杀了 你看朱元璋 他自己的孩子 就这样 到了二十五年 他的太子朱镖去世 朱镖去世以后 然后呢 又紧跟着 到了二十六年 他这个 刚出生一个月的 最小的小儿子 叫朱南 出生就死了 到了二十八年 秦王 朱霜 二儿子 去世 大家看看这样 一年一年 接着 到了洪武三十一年 晋王朱刚 他最喜欢的三儿子 去世 二十六个儿子 到这时候 已经死了 七八个 不容易啊 老人家 我们说啊 那个时候啊 这个女孩子 大家不重视 是吧 不把女孩子 记载的少 可是问题 朱元璋的女孩子 是公主啊 这公主也去世了不少啊 他的女儿 十公主 十三公主 早逝 很早就死了 还有一个三公主 叫崇宁公主 洪武十七年 出嫁以后不久 就去世了 九公主 叫寿春公主 也是 朱元璋 最喜欢的一个孩子 送她出嫁以后 给了她很多地 给了良田 最喜欢她 可是到了洪武二十一年 也去世了 他的儿女啊 很多都走在他的前面 他有个四公主 四女叫安庆公主 这安庆公主的这个驸马啊 就是他的丈夫 那不叫驸马都尉吗 这个驸马 这人不好 虽然很聪明能干 但是呢 违法作乱 那个时候 朱元璋啊 为了防蒙古嘛 严格限制 查 盐 这些东西 出境 那个时候 这些东西叫军事物资啊 他们认为 这蒙古人 你不是光吃肉 吃奶 你要不喝茶 你消化不了 人就弱嘛 那国家就弱了嘛 他就不让他 给他这些东西 供应这些东西 然后用这些东西 将来如果要用的话 要国家统一 查马 换他们 要占便宜 都不能做这个生意了 这个生意就要发财了 于是 这位驸马爷 就开始做这个生意 他有权有势 他可以走私啊 他不但走私 让他手下人去走 他手下的那个家奴周宝啊 那很横行的 路过关口的 说这个 咱们的这个海关的这个工作人员 查出来不让他走私 当时就殴打这个海关人员 就这么霸道 最后把这个事情给揭露出来 报道了中央 朱元璋 朱元璋大怒 把这个家奴处死 立刻处死 让他的女婿自杀 你看朱元璋这人做事 自己家人 违法 一样处理 可是就这么一个一个的处理 处理到最后 孤家寡人 身边的人死的死 没的没 你说他这个老人家 年岁越来越大 有没有孤单之感呢 我觉得朱元璋 他心里边 他到老年 充满了这种孤独的感觉 自从马皇后死了以后 他没有什么知心的人 包括他的儿子都怕他 大家都讨好他 没有人向他说真话 你不是孤家寡人吗 你一个人高高在上 过去啊 这个帝王啊 都自己自称孤 自称寡 他那本来是个好意 叫谦词啊 谦虚 什么意思呢 说我这个人呢 寡为什么孤寡 寡德 我少德 我德性不好 我缺德 他自谦 那到后来可就不是自谦了 成了一个专用词 是不是 谁能够称孤道寡啊 只有他们啊 这个称孤道寡 称到这份上了 他真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就像一个社会的顶尖 最尖上就是他一个人 酒鬼酒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从偷羊贼到封疆大利 安禄山只用了九年的时间 就是这九年改变了安禄山的命运 也改写了大唐的历史 就是这九年 安禄山 杨贵妃 李林辅 杨国中 唐玄宗 上演了不少的历史闹剧 江山 美人 玄臣 皇帝 是历史改变人物 还是人物铸造历史 《华家长谈》推出系列节目 盛唐的背影 朱元璋从放牛娃到明泰 一路走来坎坷艰辛 除了家人对他的支持和帮助外 还有一些人对他的人生也意义重大 他们就是和朱元璋并肩作战 共同起兵夺得天下的开国功臣们 这些功臣中 有几位甚至就是朱元璋儿时的蛮伴 他们见证了朱元璋贫贱时的困苦 分享了胜历史的喜悦 但也目睹了朱元璋诛杀功臣的冷酷无情 那么在朱元璋生命的最后岁月 这些就有还有谁能犯他左右 一同走向生命的终结呢 到了晚年 他周围亲人 跟他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伙伴 功臣杀的杀死的死 一个一个都没了 就剩他自己了 多难过呀 到这时候 这老人家想想 哎呀 这一辈子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我得想想怎么给自己办后事啊 自己也有个归宿啊 他归宿归哪呢 大家都知道他在南京城外的中山修了孝陵 而且有意思啊 他这孝陵啊 还没修好呢 红武十四年他修这个孝陵 到十五年 马皇后就去 马皇后就埋到了孝陵里边 成了这个明朝地陵埋葬的第一个人 明朝的皇陵 大家知道今天我们都能够看到 除了北京的十三陵 那是后来的了 对吧 那么从朱元璋开始 他前面有他祖父的陵 在这个四周 被洪泽湖淹了 现在水退了露出来了 我们原来叫地下地陵 水下地陵 水下地陵 是吧 现在出现了 那么在一个 奉阳的皇陵 他父亲的陵 咱们中国古代的传统的这个观念啊 当了皇帝 他要追尊自己四代 追尊自己的祖上的四代 叫德仪西人 第一代 就四代以前的最早德祖 第二代仪 仪祖 第三西祖 仁祖就是父亲了 西祖就是祖父了 朱元璋他们家穷啊 那祖上上哪找去啊 什么德仪根本没有啊 就连西人 大家都知道 他爸爸妈妈那坟 那是什么坟呢 是吧 那是被水给冲下了土 就那么自然 天然给盖了的那么一个 那么一个坟头子 后来修成皇陵了 那是不得了 所以呢 他没有那么多 他只有这两代 加上他自己 修到孝陵 马皇后死了 就买到孝陵 他自己到清明节的时候 他也到孝陵去 看看 就是祭奠一下马皇后 回来的时候 他不是说他不骑马 他也不坐轿子 他走那个田也走回来 看那个老农种地 这人老了 他有种怀旧 尤其他去看看 埋在那个孝陵里的老伴 他再回来 他那种怀旧的心情 他更浓 看看那老农种地 想想自己原来 就是一个农民 到这时候 就剩自己一个人了 当年的小伙伴放牛 后来打仗的 没了 还有一个人 大家知道 汤和 汤和是谁 小时候伙伴关系最好的 后来 比他先参军了 投奔红金军了 在豪州的红金军里面 给他写封信 让他也去投红金军去 最后 朱元璋拿着信 还犹豫 就让人给告发了 说他有一封 造反的信 差点掉脑 在最后被迫参军了 就这汤和 那时候汤和已经当了 签户了 他还在 刚刚参军比他支离老 可是这汤和没有他本事大 打天下以后就跟着他 那么最后一直打下天下 也成了功臣 这个汤和 是朱元璋的功臣里面的 唯一的一个 数国仅存的 没有被他杀了 也没有 很早的就死 像徐达很早病死了 长玉春死得更早 他是跟朱元璋 最近的这些小伙伴里边的 活得比较长 又没有卷到那些案子里边 被杀的 数国仅存的一个 他为什么能够 数国仅存 朱元璋不记恨他吗 有啊 他原来打仗的时候 他这人好喝酒 喝醉了酒 他好胡说 他有点什么事 请示朱元璋 朱元璋不答应 他就生气 小伙伴嘛 他说现在这日子怎么过呀 这跟骑的房 挤上一样 房间上一样 说望左也不是 望右也不是 左右都得掉下去 朱元璋听了以后 生气 他说的什么话呀 对我很不满意啊 看样子 后来当了功臣 人家都封工 这么老的资格封了个猴 中山猴 明段很厉害 但是侯啊 你不是公啊 到很晚 才追封为信国公 追封为信国公的时候 不是功臣有个铁券吗 在那铁券上还刻上他的错误 政治错误写在铁券上 你说这朱元璋够厉害的吧 可是这汤河也厉害 为什么呢 他后来他很明白 现在这已经是军臣之分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那自己就是一个做臣子的 就得老老实实的 所以呢 史书上就要记载他呀 给朱元璋写信 要求退休 不管军队了 我把军权交出去 我什么都不做了 我要求退休行吗 臣全马齿长 不堪负任居策 愿得归故乡 为荣官之需 以待害骨 你看这话说的多好 全马上我一个给你当狗 当马的 我那牙都长了 老了 是吧 所以我现在不堪缺 我不能再给你卖命了 让我退休吧 我退休回家待着去 是吧 能有一个将来买我的 那么一块地儿 是吧 安身直地 可以了 朱元璋高兴啊 马上下令在凤阳 给汤河造府邸 信国公的府邸 房子建起来了 汤河退休了 我回家去了 史书上说这个汤河晚年啊 义公慎 更加谨慎 小心 恭敬 入文国论 一语不敢外泄 听到了任何事情都嘴很严 不出去乱讲 而且呢 这老人家啊 自己原来也是妻妾满堂啊 宁妾百渝 百渝号的这个大小老婆啊 是吧 他得了病以后 老了身体不好了 把这些全都给了钱 把这都发钱了 你都回去 自己 回家过日子去吧 别跟着我了 多聪明啊 多谨慎小心啊 所得赏赐 皇上给的他的赏赐 全都给了这些 自己的手下 同乡啊 跟着自己的这些人 都分了 给大家分了 是吧 他最高兴的是什么 见不一时 故交以老 欢如也 最高兴就是 跟当年的那些 不一的时候 咱们老乡 同乡 老农民 咱们坐在一起 那才高兴呢 了解家来 平民化 所以很多人 都被签到各个案子里面被杀 唐河没有 一直到他的 自己的晚年 昏昏23年 也就是公元1390年 唐河呢 又进京来 朝见朱元璋来了 朝见了以后就病了 敢风寒 嗓子哑 说不出话来了 是吧 那么稍微病好了 给送回去 等到他再来的时候 就根本就不行了 就一病不起了 到了红武27年的时候 就一病不起了 是吧 这个时候 朱元璋也觉得 自己最后的这个老朋友 要完了 把这个汤河 给接到京城来 跑到汤河身边 来看他 看的时候呢 就掉下眼泪了 这点旧情啊 在心里边翻腾起来了 人老了 所以呢 汤河死了以后啊 朱元璋 追封他为东欧王 他封王的 异性的这种 死了以后追封王的谁啊 徐达呀 常玉春啊 汤河呀 到这时候 他想起自己当年 一起真正的放牛 众庄家的小伙伴 那这点感情 还是有的 所以朱元璋 当皇帝 冷酷 为了朱家的天下 杀人 那是他的一方面 但是 他也有他 有感情的这一方面 酒鬼酒 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从偷洋贼到封疆大地 安禄山的每一次危机 都变成了他命运的转机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盛唐的背影之 安禄山起家 朱元璋 朱元璋一生都在努力经营和维护自己开创的大明帝国 他不断为子孙扑平道路 留下各种 尊尊教会 但事事难料 仅仅数年以后 他的第四个儿子 朱棣 及起兵推翻了他的孙子 建文帝 发生了同时操歌 骨肉香残的悲剧 但这些事 朱元璋永远也不会知道 公元一三九八年 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逝世 终年七十一岁 那么在生命的弥留之际 朱元璋有着怎样的感慨与疑言 作为明太祖 后世对他又有怎样的历史评价呢 我认为朱元璋啊 晚年啊 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人 大家想想 老朋友没有 公臣们没有 儿子们都放到外边去当藩王 其中也有死的死 自杀的自杀 就剩下宫里边 他自己一个老头子 带着一个未成年的孙子 在那么大的一个宫廷里边 形影僵调 你说他孤单不孤单 所以很多事情啊 让我们今天想起来 可能人们看着说他高高在上是一个皇帝呢 多了不起 可是实际上呢 你真正的走进他的生活 走进他的圈子 你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孤单 非常可怜的老人 这个时候 朱元璋能够留给他孩子 这是什么呢 大明江山 除了大明江山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他写的 亲手写的 那个皇民祖训 让他子孙万代都得遵守啊 朱元璋知道自己 时日不多了 得告诫他的孩子 所以他在那个里边写到 他说自古国家建立法治 劫在始寿命之君 就是第一代皇帝 建立法治 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惩罚 以安天下 盖创业之君 起自侧威 背利事故艰难 周知人情善恶 恐后世守成之君 生长身功 未按事故 山林初出之事 自尽己堂 治有奸贼之臣 寻权力 做聪明 尚不能查而信之 变更祖法 以败乱国家 遗憾天下 故日夜称私 立法垂后 勇为不堪之典 他写的 黄明祖训 是一个不用堪克 不用刻下 但是要传职于子孙后代 事事都必须遵守的 这样一个大典 你看看 这就是朱元璋了 他为什么到老年 他拼命的去写 他还能想到 跟周围 街坊四邻的关系 他把所有的该想 都想 他是要把这个东西 立为家法 国和家 立为家法 让子孙 事事守之 世世代代的 遵守他的家法 而他非常害怕的是 他的子孙改变 变乱他的惩罚 所以他特别说什么呢 他说后世敢有 改更 足法者 即奸臣论 不设 谁要是改 就是奸臣 一个帽子就戴到这儿 谁敢改 这是朱元璋的 真正的 用心所在 够用心良苦的了吧 他 就是在给自己 安排后世 所以我就想 我们看他 治国治了这么多年 到了他晚年 他想起来了 我要写一个皇民祖训 而且 他叫自己 下了这么大的功夫 把这个皇民祖训写好 给他自己子孙 这实际上 就是一种 遗嘱性质 就是在给自己 安排 后世 安排的后世 还真是挺及时 红武三十一年 也就是公元 1398年的 三月 朱元璋的第三个 最喜欢的第三个儿子 朱刚突然病逝了 这件事情 对这个朱元璋 晚年的朱元璋 打击非常大 这个打击 让朱元璋病倒了 所以到了这一年的五月 史书上记载 假银尚不欲 假银呢 就是农历五月初八 这一天呢 朱元璋 他真正的病垮了 所以史书上说呢 说他身体很好 你想他一个农民出身 打了一辈子的仗 身体很好 所以呢 史书说 说上述少鸡 他平常很少得病 鸡坐 等到得病了以后 他不当回事 我没得过病 我身体好好的 也是病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临朝绝世 不倦如平日 你看这个老头子 到了这个时候 他还像平时的一样 来治理国家 他为什么要这样 大家想想 他一个有政治目标 有政治抱负的人 开国的皇帝 他觉得自己的这个时间不多了 他越是不多 越得抓紧 病了 病了也得做 他不能懈怠 可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一些材料上看 朱元璋啊 有很大的变化 举一个小例子 这个时候呢 他与林卫的这个士族啊 有个兵士啊 他不小心玩火 等于是纵火啊 过失纵火 结果就把房子烧了 烧了这个 这个廊房四十多间 这个火被救灭了 你说大家 这能够不处分吗 要照着朱元璋的性格 大家想想 朱元璋这一辈子 什么人他能放过呀 犯了错误 这么严厉 可是等到官员们 要处理这个 这个军事的时候啊 朱元璋说 算了吧 算了吧 他又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放火吧 烧了就烧了吧 我们看到这条材料很吃惊啊 这跟朱元璋处理事情不一样啊 他不是这么个人啊 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啊 那史书上对他的评论也是说他严厉啊 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来一个朱元璋 什么朱元璋呢 脱去了那个皇帝外衣的朱元璋 他就是一个和蔼的老人 所以朱元璋的晚年 他是有变化的 红武三十一年 润五月已有 就是这个月的初十 朱元璋在皇宫里 他在临死前写的遗诏里边 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 丧葬遗物 亦已减速 不用金玉 孝陵山川 因其故 无所感 天下臣民 出临三日 结事服 无妨嫁娶 大家看看 这是朱元璋 给后人留下的最后的安排 他仍然只是要求 柬埔同时 而且还想到了 不要因为自己的去世这件事情 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 所以全国祭祷三天就结束了 不要再搞了 不要影响人家婚丧嫁娶 朱元璋就是这么个人 所以他的晚年 人家说 修孝陵的时候 说那还有些别人的陵墓 是不是给牵出去 老百姓的陵墓 他说不行 老街坊 让他们陪着我们老爹老娘聊天 他也是一个正常的 有血有肉有感情的这么一个人 到这个时候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他的遗嘱 我们再看看这个人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不再是一个 在我们眼前那么威严 杀人不眨眼的皇帝 而只是一个病中 故去的老人 不再是那一个 令人畏惧的一个开国皇帝 而是像田野里面 走过来的一个老农民 这不就是朱元璋吗 六天以后 他的孙子就即位了 农历的十六号 润五月的十六号 朱允文及皇帝位 同一天 朱元璋就被埋葬到了 孝陵里面 从这一天起 人们就把他称之为 太祖高皇帝 太祖是他的 这个妙号 高皇帝是他的嗜好 是人们后人 对他的一个评价 明朝的史书中 对朱元璋的道文里面 是这样写的 说上以天 纵直资 起自田里 随城大运 为了他这样一个评价 然后还列举了 他的一些功绩 说比如赤奢弥 绝游杏 却亦未 霸善悦 说他勃然无所好 唇厚简骨 动达悟情 给他他算好 后人 我们看看 清朝人修的名史上 给了他更高的评价 这个评价他说呢 说太祖以神武之姿 报济世安民之志 趁时应运 豪杰锦从 贪乱催强 十五载 而成毕业 讲了他 成就毕业的过程 然后说 崛起不一 燕殿还与 西汉以后 所未有 从西汉以后 没有这样一个皇帝 接着又说 他做了哪些事呢 他逞原正废迟 至上严峻 而能理智其儒 讨礼定月 朝皆经义 尊崇正学 加恩圣国 澄清立志 修仁纪 重封教 正后功名义 内智肃清 尽幻术不得干政 五辅六部 官职相为 智卫屯田 兵实俱足 武定祸乱 文治太平 太主 实身先制 大家看看 最后这句话 武定祸乱 文治太平 太祖 实身 兼之 只有朱元璋 他身兼了 文武之道 就是这个 起自田间的老农民 用他的一生 给后人留下了 一个可以和历史上 任何一个 最恢弘的时代 相媲美的 大明朝 所以我觉得呢 朱元璋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确实是一个 值得我们 肯定 值得我们 给他一个 比较高的 评价的 有座位的皇帝 我们这个 朱元璋的 这个 历史上 大明朝 大明朝